通常的費用 藍綠議員說就算你卸任之後還是會追究政治責任 就算你不當台北市長 你們敢每年讓台治官都領8400 我每天在外面放胖 今年三月希望就是還可以來跟莊涵 但是這個會交給就是獎官他們來進行 你覺得有可能他們會跟莊涵的情緒 不是 我們公文都送到中央 是卡在中央不該上 這也是一個被一個被卡下去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就管理上的長期方便 這個還是跟鐵道博物館並在一起 會比較好運運 但是因為他們暫時不要 我就叫我們紀會先站管 因為賴清德他今天去登記選當出席 那你認為民黨就真的2022是訂一尊了嗎 我怎麼會曉得 我又不是民進黨的 市長一個雙城的費用 藍綠議員說就算你卸任之後還是會追究政治責任 我跟你講就算不當台北市長 你們趕每年讓台智慣都領8400元 我每天在外面放炮